欢迎回到新闻现场来看到台湾交通部观光署 选择在华人人口众多的劣质文室 成立在加拿大的第一个办公室 负责人表示加拿大市场潜力惊人 希望通过成立观光服务处 吸引更多本国居民到台湾旅游 一 二 三 哇 台湾交通部观光署在加拿大及美洲地区 设立的首个据点温哥华观光服务分处 昨天在列指纹开幕 观光署去年12月在加拿大举办 收密台湾旅游推广活动后 本国今年上半年赴台旅游人次大增一半 观光署副署长林信任看好加拿大市场 预计本国全年访台旅客将超过疫情前水平 今年的一到六月大概已经有六万名的加拿大旅客到台湾去旅游 相对于去年的上半年大概只有四万人左右 所以可以讲成长了五成以上 那么我们也非常看好这个市场未来的发展 那么预估今年应该可以至少恢复到2019年大概12万人次的数目 甚至更超越疫情 所以我们也希望设立这个TTIC之后 在温客化设立这个行销服务据点之后 能够加速市场的发展 台湾观光署认为两地人民交流越趋紧密 建立服务处能够为旅客提供资讯服务 而服务处所在的列治文市中心 毕临驾空列车站及大型商场 能方便民众索取旅游资讯 另外观光署将会在驾空列车站及车身卖广告 推广台湾魅力惊喜无限的全新品牌概念 邀请民众拍照打卡 参加网上抽奖 赢取来回温客华及台北的机票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